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一起关注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5月初 阿开迪亚学区教委委员选举投票 即将邮寄给选民 为了争取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 连日来 教委委员候选人张奔率领义工团队 加快走劫败票的步伐 4月23号星期六上午 张奔竞选总部举办了最新一期助选动员大会 几十位来自南加各地及阿开迪亚社区的 侨解人士竞选义工 青少年学生及家长例临会场 加州第49区众议员方树强 河桃市前市长安卓·罗德里格斯 美国南加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 陈惠弼 阿开迪亚华裔家长会 后任主席Prom 美国南加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共同主席徐晓峰 美国内蒙古总商会会长 于中霞 美国南加华人联合总会理事长 雄文胜 阿开迪亚先锋地产总裁 凯文贡 阿开迪亚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 吴先生 美国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长盛 美中经贸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 孙伟 等各界人士到场声援 张奔竞选团队拉票工作 每天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作为阿开迪亚警察基金会成员 日前张奔专程前往市警察局拜访 倾听普通警员对学区教委工作的建议 以便日后感谢全体警官表示 坚决支持张奔竞选学区教委委员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舒立斯 盛盖博士市长丁岩玉分别给张奔加油打气 他们愿意把竞选成功的经验向他分享 坚决支持张奔竞选学区教委委员 为鼓励张奔竞选公职 结成为社区服务 近日美国内蒙古总商会向张奔颁发 书写国家情怀的华裔杰出青年奖励状 以此对张奔的社区工作表示肯定 汉天卫视记者吕立川 阿开蒂亚采访报道 当然遗产资予税呢很多人就问了说 有一些观念可能不正确 就是说遗产资予税免税额是不是按照 这个子女的人数也就是受益人的人数来计算 还是说按照纳税人的这个一个人是一个免税额 事实上是按照我们纳税人个人一个人算 计算一个免税额 而不是很多人以为了 就说一个子女有一个免税额 所以你生越多的子女有越多的免税额是不对的 那这个遗产税跟赠予税的免税额呢 是同一个免税额 是共用一个免税额 也就是说像今年是1170万的免税额 如果说我们生前赠予的时候 这个就是绿色的这个一部分 那你就用掉了这个免税额的一部分 那过世的时候呢 可以用的免税额就是剩下来的 所以它是共用一个免税额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 其实如果我们看到2011年到2006年 这个历史呢 就是说在这个高税率的时代 其实最高税率20年前是55% 所以现在是40% 现在是已经降了很多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 曾经就说那一年没有遗产税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要交遗产税 得到basis step up 那个是但是原则上呢 是没有遗产税 只有那一年 那之后呢 因为税法的改革 那就又把这个免税额呢 加上去了 变成500万 从500万开始算 算到呢 在2017年那一年的时候 法律有变更 在2018年的时候生效 这是当年的免税额加倍来计算 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演变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随着乌俄战争进入第三个月 北约NATO和俄罗斯 各自将自己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增加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法国驻地中海部队的区域通讯官 蒂博拉文赫最近接受采访时 已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乌克兰已经改变了一切 美国人回来了 这是自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 拉文赫说 就驱逐舰潜艇和护卫舰而言 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 已经增加了一倍 甚至增加了两倍 拉文赫告诉法新社 目前大约有20艘俄罗斯军舰 驻驾在地中海周围 这位军官说 与此同时 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存在 也增加了一倍 拉文赫表示 俄罗斯海军部队目前正在相细扩展 在克里特岛以北 希腊波罗奔尼萨半岛以西 以及爱琴海北部和靠近黑海等地区 都可看见俄罗斯的部队 在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前 北约在该地区 约有三个航母打击群 美国几周前延长了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在地中海东部的部署 乌俄战争进入第三个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务卿布林肯 周日4月24日在基辅 毁灭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周一的新闻会上 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乌俄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俄军转向乌东 美国将近一切努力 继续为乌克兰提供 在乌东应对俄罗斯的有效武器 奥斯丁还表示 美国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弱 布林肯说 他和奥斯丁与泽连斯基 及其高级团员的会面 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 他们乘坐了从波兰西南部 到基辅的火车 从表面上看 该市部分地区出现了正常生活的迹象 但这与乌克兰其他地区 南部和东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俄罗斯的暴行每天都在对人们造成可怕的事情 消息人士称 欧洲央行的决策者 渴望尽早结束 再捐购买计划 并可能在7月之前提高利率 且肯定不会晚于9月 根据路透社报道 9位熟悉欧洲央行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 今年以来 欧洲央行一直在以尽可能慢的速度 取消经济刺激措施 但通胀飙升正在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压力 要求他们结束 长达近10年的非常规支持举措 几位消息人士说 到目前为止 欧洲央行在加息问题上 一直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 那就是长期预测仍然显示 通胀率会回落到欧洲央行2%的目标以下 但欧洲央行与其政策制定者们 在4月14日会议上分享的最新估计显示 甚至2024年的通胀也超过了目标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 长期以来一直批评 欧洲央行低估了通货膨胀 通胀率上个月达到了7.5% 他们认为新的预测是承认现实的一个步骤 目前还没有出台任何政策建议 欧洲央行的下一次会议 将在一个多月以后的6月9日举行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夏威央航空公司周一4月25日表示 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将为该公司的跨太平洋机队提供 机上无线互联网 据路透社报道 夏威央航空表示 根据该协议 两家公司正处于初步实施协议的阶段 无线互联网预计将于明年安装在部分飞机上 星链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基础公司SpaceX一项卫星宽带服务计划 通过在地球上空部署的巨大的卫星群 搭建一个覆盖全球的互联网服务系统 并试图将其业务范围扩大到全球几乎没有互联网接入的农村地区 几个月来 该公司一直在与多家航空公司进行谈判 以提供机上互联网服务 夏威夷航空表示 他将为其空客A300和A321飞机 以及即将运营的波音7879机队配备星链的卫星互联网连接服务 SpaceX上周与美国半私人包机公司JSX签署了首份协议 为其多达100架飞机配备星链终端 达美航空也已经与SpaceX进行了会谈 并对其新量技术进行了探索性测试 在美国近一年来开始出现创纪录的雇员流动之后 疲惫不堪的招聘人员正在把一切优惠招聘条件都摆到桌面上 以吸引求职者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报道 事实证明正在复苏的疫情经济是一个求职者的市场 去年有近4800万人辞去了工作 7600万人找到了新工作 尽管如此 根据最近的老公统计数据 劳动力市场目前仍有1100万个职位空缺 这相当于每一个寻找工作的人大约能有两个职位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美国公司和企业的照片人员都在竭尽全力的照片 他们纷纷推出暴声的薪酬水平 抛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福利待遇 以及在别人挖走应聘者之前 把一切优惠条件都摆到桌面上 以期望留住求职者 在俄乌战火持续燃烧之际 美房长和国务卿访问了乌克兰首都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一4月25日肯定乌方迄今为止 抵御俄方入侵取得成绩的同时承诺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很快会重启 而拜登总统也在当天任命了驻乌克兰新大使 布林肯说美国外交官有望在数周内回到基辅 在此之前他们将首先返回西部的利沃夫 拜登总统周一提名现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 布里奇特·布林克担任美国驻乌克兰新大使 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周一早些时候说 布林克几十年的经验 使他成为乌克兰这一历史时刻独一无二的人选 普莱斯说在周一获得提名之前 布林克曾担任欧洲和欧亚事务局高级顾问 和副助理国务卿 并担任美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和 格鲁吉亚地比利亚斯大使馆的副馆长 感谢收看 以上是今天汉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